西门政府将在今年9月推行销售及服务税SSD 不过这项税收却遭到国阵不断批评会加重人民的负担 财政部部长林冠英今天就在国会一一解释 消费税GSD和销售税SSD两大税收究竟有什么不同 林冠英今天在议会厅内指出 销售及服务税SSD是一次性向厂商征收税务 但消费税GSD却是多阶段征税 相比两个税务的征税额 GSD一年征收440亿令吉 但SSD却只收取210亿令吉 他说政府少收的230亿令吉 就是西门给人民的礼物 不过他坦言 虽然SSD的制度不比GSD透明 政府也不否认SSD落实后 恐怕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他强调SSD掀起的效应不比GSD来得大 他也趁机嘲讽前朝政府 强调西蒙不会像果真一样 有所隐瞒 你必须是一样的 由于民主党在中的GSD 林冠英也强调 包括沙丁鱼 奶制品 咖啡 茶等等 一些过去被征收消费税的物品 往后都不会被征收 销售税 林冠英也进一步揭露 由于国阵政府无法及时处理商家的消费税退款 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更严重 零管您说 他将会在之后揭露前朝政府 消费税回扣 处理不当的内幕 对于林冠英强调 SSD不会给人民带来太大的负担 前副首相阿莫扎西回应 国阵拭目以待 一百天或是一年后 究竟西蒙政府是否能够实现 降低人民生活负担的承诺 至于今天把销售税课题 带上国会的亚裔弹国会议员 拿杜斯里为加响 则是促请财政部 尽快公布有关征收销售税的相关细节 破解人民的迷思 台政部本身是有必要 让人民至少觉得 他不会扩大的征税 因为毕竟最终大家 所比较关心的是 会不会影响到人民百姓 NTV7 刘湘霖 陈伟恒 采访到